土耳其海軍護衛艦克納諾島號 週四早上緩緩駛入維港 一連三天停靠在啟德郵輪碼頭 今次是2015年以來 土耳其首次載有軍艦訪問香港 這隻輕型護衛艦為期四個月的航行裏 訪問全球二十個國家 一共二十四個港口 離開香港之後 會前往韓國、日本等繼續訪問 我們在香港的航行製 這航行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是完全製造成的 韓國軍艦研究員 建立了和建立的 實際上的航行製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航行製 我個人是很重要的 因為第一次 是一個很誇張的 我們必須提供所有分別人 一個完全全球的航行製 排水兩天2400噸的赫納洛島號 最大航速是超過29海里 可以存放20噸武器 更加搭載了土耳其首款 國產反艦導彈 雀鷹 可以執行海上作戰 防空作戰 偵察監察監察等任務 差不多20年前 我們的地域的航行製 是約20% 現在超過80% 我們增加了20%至80% 在兩年內 2015年土耳其護衛艦 戈迪志號曾訪港 同年土耳其才開始 推行國產軍艦計劃 配合國家的國防自主方針 包括建造四艘國產軍艦 而赫納洛島號 就是由50多間土耳其企業 參與建造 2015年10月動工 2017年7月下水 2019年開始正式服役 近年土耳其更向巴基斯坦 烏克蘭等十多個友好國家 開始輸出軍艦 伊斯坦堡海軍造船廠 已經成為土耳其海上力量的 All Louis Hong Kong is a very important city I call it global magnet It attracts everyth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of course it's a very important maritime hub as well It's goes without saying why this Corvette is today in Hong Kong SAR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就是展示我們更加延遲的關係 和 bilateral關係 在各方面 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共產黨的關係 赫納諾島號 此行除了推動土耳其與出訪國家的雙邊關係 亦都是為了提高土耳其海軍的知名度 軍艦稍後亦將會到訪菲律賓、新加坡、印度 巴基斯坦、亞聯遊等多於亞洲國家 九年前, TCG GEDIS TURKISHBRIGADE PAYDE PORT CALL 在香港 九年前 我榮和國的國際公司 主持人的國際公司 我們國際國際國際公司